最大风的地方 不过就绝对不会闷了 只是冰已经多到吓人了 有成三千万立方公里 如果将冰劈开 每个地球人会分到 好像吉薩金字塔那么大的冰 如果南極的冰融化 全世界的海平面 就会上升六十米 多数冰都是在石上面 浮的那些就叫冰架 而断了出来的就叫冰山 一座冰山有九成都是浸在水里面 世界最大的冰山多数都在南極 当中包括B15A 逐足有卢心堡这么大 二千年在螺丝冰架里断出来 南極不止得冰 内陆其实是干了的河谷 那里几乎没有雨落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逐足有成二百万年没下过雨 南極也是世界最好的流星观测点 在白色的冰天雪地上 什么都没有 黑色的流星会很显眼 南極除了冰和荒谬 还是南極的家 在南極的南極捕食归节 一条南極会吃四百万只鲫虾 即是成三千六百公斤 半年内日日如是 它吃一天就够一个人吃足四年 南極州还有很多科学家 南極的冰是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 它们在这里几千年 又覆盖得很深入 记录了地球的过去 如果想知道五万年前气温是怎样 只要找到当时的冰层 在冰里转个洞 计算一下里面的气泡 有多少二氧化碳就可以了 很多近期的冰柱 都证实了地球急速变暖 而结果呢 就是冰架相计断裂 在02年 拉尔森B冰架断裂 面积有成三千平方公里 续续有美国的罗德岛这么大 不过相对于整个南極州来说 拉尔森B也只是冰山一角